字幕製作者 李宗盛 所謂的2H 第一個H指的是AMH 也就是康姆勒斯賀爾蒙指數 它間接的代表著卵子的庫存量 當這個指數正常的狀況之下 是在2到5之间 如果大于5以上 有可能是叫多囊 那多囊的话 就要赶快尽早治疗哦 AMH的检查能够评估染潮功能 是否有衰退的现象 如果是被孕族群 也能知道受孕的几率 以及是否有染潮过度刺激 症候群的发生风险 如果是正在进行 多囊性染潮疗程的患者 也能透过AMH的检查 知道疗程的状况哦 如果小于2 甚至小于1的话 表示你的卵子库存量 严重不足 可能要尽早求1 甚至要赶快做动卵 或做试管的可能 AMH只需要透过抽血 就可以做检查 不需要进食 随时可以检验 建议大家每2到3年 可以到医院检查 更了解自己的 染子库存量哦 第二个H 我们称作FSH 它跟软潮的衰老指数 是有相关性的 如果FSH大于10以上 可能代表软潮 慢慢走向衰竭 但是要注意 如果你的FSH 超过40以上 要小心 可能你已经停经了 FSH激素的检查 需要在月经第三天 抽血检验 透过检查 能够知道 染子的质量 和染潮周期中的状态 所以如果有怀孕计划的女性 跟年轻的夫妇 想要知道这方面的资讯 要赶快到医院 来去做个检查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